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視臉線這一段的訪問 我的嘉賓是鍾建華博士 博士 你好 你好 中華民國總統黎千達 在5月20日就職的時候 他提出了中華民國和中共是湖北地屬的 他早前說了一些祖國論 大家都覺得中共會不會做出一些遺跡 特別是中華民國113歲周年雙十節上面 如果黎千達再做出一些比較粗緯的演講 中共可能會觀念 做出一些猛烈的總之一些遺影 不過這次你看到他在這個演說當中 也都說了一些說話的羅伯士 他都說了中共是無權代表台灣 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的國 現在到了這一刻為止 沒看到中共是有官員 就是有些語言上面的一些猛烈 打嘴炮這樣 所以你怎麼評賴清德的言論呢 是不是都會很黑責呢 有沒有衝擊到中共的神經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賴清德以往的言論呢 就算他做副總統的時候 例如說他在野 就是武官職在身的時候呢 他也有說過現在 譬如說雙十國慶發言的內容呢 他都零星星的說過了 所以其實他那個台獨的立場呢 如果你喜歡說台獨的話呢 他的立場和他的傾向呢 比起蔡英文其實是更加堅定的 這個是很早就已經知道的 這是為什麼中共對他出來選總統 一直都這麼大敵意的意思呢 他過往都說過類似的事情了 其實只不過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當時不是總統 就當時沒有說得那麼詳細和盧烈得那麼清楚 那這次呢 他在台灣的雙十國慶之前所說的一個所謂祖國論 其實就已經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對台灣和這個中共 就是兩國政權的關係那個立場了 到了雙十國慶那番演說呢 就更加清楚 將他以往的一些觀念整理得更加清楚 還有呢 這次不同的地方 這次是以總統身份 在台灣的國慶活動裡面是清楚地說的 那變成了整個演說的力量就大了很多 還有呢 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再加上之前的祖國論呢 也都令到中共呢 就一時之間在概念上就很難找到什麼有效的方法去還擊 那中共就對於賴清德說這些說話呢 我相信就應該不會太 不會完全沒有準備的 因為他們都知道賴清德的為人 就是賴清德一向都比較耿直 還有比蔡英明更加坦率 但是為什麼這次這麼清楚地說呢 除了說總結了他過往的看法之外呢 也都因為他是總統啦 再加上現在的環境呢 也跟他以往不同的 就是蔡英文任內其中一個最大公職呢 就是令到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嘛 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的政治存在呢 已經基本上是確認了的了 再加上中共的形象太差嘛 中國這個政權太衰竭嘛 那變成呢 就令到國際社會對中共那些炒好調的那些什麼一國兩制呀 主權不治論呀 自古以來都是神聖領土的這些說法呢 是越來越不賣仗啦 就算聯聯合國當年驅逐台灣的那個協議呢 實際上沒有處理到這個台灣那個獨立政治身份的問題這個這件事呢 最近都被一些國家的國會 包括澳洲呀 荷蘭這些國會拿出來討論 甚至都通過了一些議案呢 那加上中共營養太差了 那所以呢 就變成他現在說呢 就能夠產生的震撼就大很多 也都可以說是將台灣那個政治身份和那個所謂獨立政治性格 更加清楚這樣向國際社會作出的陳述啦 所以這個立國慶 國慶演說呢 其實不只是講給二千三百萬人知道 也都不只是講給對岸那十幾億人知道的 是講給全世界聽的 那在現在這個環境 講這番話呢 對中共那個損害自然就比較大了 大家看到 它那個組國論出來之後呢 中共已經沒有什麼事情 在理念上可以有力地反駁它的說法的了 其實過去兩年都是 中共講來講去都是說九二共識的嘛 是吧 但是基本上就在這些所謂台灣的政治實體啊 你賴清德所說的早講的律 以今天所講 就是剛剛雙十所講的 就是中共無權代表這個 台灣二十六萬人民啊 台灣一個民主政體這些東西 其實每一點都不是很新鮮的東西 但是就更加有力 更加有重要性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今天講完之後 就是你在觀念上 中共要駁到呢 是現在無論從它自己本身那個政治論述角度去看 或者從它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去看 都是處於一個相當之被動的處境 所以其實就是 它當然一定不會高興啦 但是是不是可以用軍演這個方法解決問題呢 似乎說不會啦 是吧 就算你做軍演就怎麼樣呢 就是幾年前就做過軍演啦 是吧 這個佩洛西去訪華之後 圍著台灣島去軍演啦 那結果就令到美日韓軍事聯盟 美日非澳軍事聯盟進一步加強啦 那所以每一次中共意圖用展示肌肉的方法 來到去威嚇台灣之後呢 都只會令到國際社會 更加清楚地表述他們對捍衛台灣和平 甚至捍衛台灣這個民主政體的那種說法那個清晰度啦 那這也是對中共很不利的 最近已經有德國的船艦 是經過這個台灣的海峽啦 那就是很明顯現在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呢 已經是由虛倒實 那再加上剛剛講到中共形象那麼壞啦 就是台灣在這個時候 麥清德講這番說話 是一個國慶日講 以總統身份講 所產生的一個政治聯邦反應啦 是中共不是說單靠 就算它再搞多次圍著台灣島 封鎖台灣領空的軍事演習啦 都解決不了的 除非它只是打台灣而已 那你是不是又想進一步刺激又更加多 美國和阿西方社會的主導軍事和民事區來表現呢 這個就是它現在困在這裡 其實之前 麥清德都有做領土論 波士記不記得嗎? 是 就是它講了中共你經常以一些領土的問題 說要統一台灣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記不記得你之前和蘇聯簽過外非條約 把土地給了蘇聯 你先拿回那裡的領土先啦 不過麥清德在對中共的論述上面 波士記不記得 似乎中共沒有什麼可以圍擊的空間 它講的都是事實來的 是嗎?波士 就是它講的是它國共講過的東西 也都事實上講出了一套 現在在國際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的事實 那你中華民國歷史確實比中共政權長 這個也是事實啦 中共從來沒有管治過台灣 這也是事實啦 台灣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實體 也是事實啦 台灣是一個民主政體 也是一個政治現實啦 那麼國際社會是否容許一個 就是不民主的政體 用軍事力量去吞併一個政治 民主上的政體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來的 至於它講的就是祖國論啊 或者之前講到的就是領土問題呢 這個它這次在雙十這個演說就沒有再提 但是講完之後呢 其實都大家勾起了很多聯想 愛輝條約就比較久啦 但是事實上1999年 江澤民曾經跟這個 當時的俄羅斯的領導人葉利欽呢 簽訂了一份中俄領土的所謂 是協定書的 就承認了俄羅斯在中國東北北面邊境 所侵佔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的 那麼這個呢就已經成為了 就是台灣一而再用的武器 來質疑這個所謂領土不能失這樣的論調啦 其實都不單止1999年那個中俄邊境相關協定有協定書的 中國在江澤民做總書記時代 也曾經割釀了長白山以南 和這個北韓截釀的一大片土地 就給了這個北韓的 那麼就等北韓可以編造這個金氏家族 就是來自大頭山的先景這樣的故事啦 所以進一步突顯 如果你說出賣土地去喪權六角的話呢 中共那種論述就過不了人過不了自己了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力的一個說法來的 不過這次呢其實好像前總統陳水扁 蔡英文 甚至宋楚瑜都要出席 不過那個馬英九呢 前總統臨時不出席 他的論調就是說 祖國論就是心良國論 追求措權違反憲法 所以他不參與 避免為賴清得背書 不過他其實國民黨那些其他的黨 也都有出席的 那麼賴清這個馬英九這個論述 你怎麼看呢? 就是說你說馬英九這篇演說 這個在三十九的活動是團結朝野呢 這個也都不一定是真實 因為事實上現在台灣 就是這個總統 賴清江總統 他自己在選舉競選總統的過程裡面 票數不過半 票數不過半 跟著國會也都佔的議席也都不過半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總統府和這個馬行政院 跟這個立法院的關係很緊張的 不過呢 現在台灣那個國際地位呢 確實是不斷在提升著 蔡英文打造的一個台灣的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可見度呢 也都越來越高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他的在野黨派 比如國民黨啊 馬宋楚瑜啊 這些人呢 他是很難的 完全不出席的 他不出席的話 就是 他會失去了一些曝光機會之外呢 也都會進一步被國際社會遺忘的 所以他們是不可以不出席的 你就算韓國瑜啊 韓國瑜是國民黨 就是現在在立法院的院長 他也跟中共一向都眉來眼去 是吧 但是他也要在國慶發表一番說法 就說台灣作為一個國家呢 是一個實質存在的 差不多這麼說 那就是說 就算朝野關係多緊張也好 在這個場合呢 反對黨 他是很難不去參加這個 國家慶祝的這個遊戲的 馬英九呢 他不參加 不出席 當然 大家知道過去幾年 馬英九的政治立場 就越來越親足了 他最近也去過大陸訪問 其實他在台灣人生目中的形象呢 過去幾年一落千丈 基本上 基本上他在台灣已經沒有了 差不多沒有了號召力了 已經 大家還記得今年初 那個台灣總統選舉 他之前兩天出來發表了一番談話之後 到選舉前一天 1月12日 國民黨在這個新北市做的 最後一次造勢大會 他都不敢叫馬英九站台 那可殊而知 馬英九現在這種政治表演 不但沒有叫助力 也都代表不了台灣人民 他跟台灣人的脈搏 是越來越脫節 甚至連他自己的政黨 國民黨呢 有時都要跟他劃清界線 那所以他這次不出席 我看回台灣的社交平台 各個主要電台的評論節目 包括這個三立啊 民生電台啊 那些評論節目呢 基本上對馬英九 吳春席呢不但不會讚賞 還大力偏撻 有很多恥笑他的一些說法 那所以他這次吳春席 就是對賴清德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損失 但是對於馬英九本人 對於國民黨呢 就反而會帶來一些 長遠的負面影響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而他對中共的效忠 老實說 他跟著還可以為中共提供些什麼呢 你一個落任總統 已經人氣漸失 如果你連這個 就是在台灣島內的支持度 都越來越小的話 就算中共開門 讓你進去再訪不了幾次 那都是給你抽油水的嘛 你不會為兩岸關係有什麼轉變 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對中共來說 不會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這個表演 只會令到他的政治能量進一步萎縮 不過可能大家這一陣子都講的是一些藝人 台灣藝人他們去大陸發展 他們就去祝福中共的生日 就是75週年那個叫撤過日 見證日 反而就不會 中華民國113歲的生日 去祝福 我看到有一個有趣的印象 反而我們香港的藝人讀文集 是在Facebook貼文過生日快樂 祝福感受中華 波士 反而我們香港的藝人都問責最榮 波士 就是藝人 第一很多政治水平都很低的 第二都是見錢開眼的 所以最近有幾位藝人為了要開創大陸市場 為了要滿足那些小粉紅 向這個大陸叩投 一改過往的論調 那其實那個形象都很差 但是就算扣了頭也不見得 即時可以帶來一些很正面的影響 你看到大陸那些小粉紅 扣了頭 它是讓你自己跪下的 那現在過去那兩個藝人也不見得 即時拿到很多機會 那自然他們現在選擇了這條路的話 自然就不能夠 即是呼應台灣的雙十國慶 那香港很壞的人都是 劉德華那些他都不敢 以前他曾經 為這個雙十國慶 就是 暫臺 但是現在都不敢 是吧 杜汶澤是不同的 杜汶澤 就是他 雖然他是演員 但是他不是一個 就是主流的第一把交椅 第一把交椅的那類演員 第二呢 他已經長期在台灣生活 也都基本上放棄了大陸市場 所以他就有這種把炮 但是大陸人都希望用一個較為模糊的姿態 希望左右逢源 那這個左右逢源 放這個模糊的姿態 會不會最終都被那些國內小粉紅 逼到他們要表態呢 這個我們唯有私募以待 是 菩薩要不要再講一些香港的話題 是 那香港現在黃金州 人都是回到大陸消費 現在回到十 現在開始有幾天的假期 嗯 也都見到好像羅湖關好 周圍的人都撕爆了 我見到大陸的小紅書也都說 香港人你不要那麼離譜 全部都走進來中國大陸消費 但是我見到香港這邊 好像張宇人 都叫虎連天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的現象就是 李家超有80個慎勢經濟的活動 那為什麼現在就是都 呼籲不到香港的勞港消費呢 就是香港的消費力外移 外移到大灣區 或者說外移到東南亞日本 這個是幾年來的趨勢都是這樣 也都事實上有一些香港人 是改變了他們的消費模式 拒絕在香港的消費 不呼應這個政府 甚至拒絕向一些所謂藍店 或者一些國營的 或者說國營的 或者說一些所謂 親共商人的自豪 幫襯 這個是普遍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 華營床都倒閉了 華營床都倒閉了 華營床都倒閉了幾間 那變成了香港的消費模式轉變 和消費力外移 是一個很難挽回的事實 那你說去大灣區也好 去海外也好 那香港的零售市道 飲食業固然就會受到損害了 再加上大陸遊客 都玩零消費嘛 就是盡量減少消費嘛 那所以香港 現在問題是外資走了 最有消費力的那一班 也都走了移民 然後靜餘的消費力 也都向外移 或者說更有選擇性 更有針對性的消費的話 那其實香港的市道 是連續五個月 都出現了一個負增長 這個都是一個可以說是一業之秋的了 就是特區政府搞花款 希望刺激一些人 香港消費 香港消費 現在看到的作用就不是很大 政府去年中秋節開始搞城市 那這種城市經濟搞了一年了 已經 但是你看到經濟仍然都萎縮 消費仍然都外移 那現在特區政府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號召力的嘛 你靠李家超去號召香港人 香港人看他不理得多 你的鄧鼎陽總是號召香港人 鄧鼎陽看到他們就已經上機了 那所以現在香港政府的官員呢 對市民是毫無號召力的 你看回最近香港文研究所發了一個調查 其實香港人對政府的負面觀感呢 其實香港人對政府的負面觀感呢 仍然是相當強的 那所以各種因素加起來呢 令到就是特區政府 無論搞什麼花款 現在又說搞紅包經濟 我覺得都是試配 就供一半都沒有了 那大家繼續儲錢去日本玩 總之就不在香港消費 大家要買藥的 總之記住不要去懷孕堂 走去屈城市也好 萬寧也好 總之就不去懷孕堂 那麼這個人呢 贏了相之光 我一張與人說 我都沒有什麼良策 政府都沒有 我都沒有 政府又不懂做生意 真的這麼說 好像大家都 怎麼說呢 我剛剛講的叫呼連天 我看到有些網民就說 現在要國安法 大家買東西 吃東西都安心很多 政府為什麼沒有良策呢 真是笑一些香港政府 你又日奔分 你又夜奔分 你又順勢經濟 你又紅貓經濟 為什麼你又沒有良策呢 反而看到網民一片在這裡 取笑 是不是 取笑香港政府 嘩哭啦 是的 嘩哭啦 老實說 張宇人 張宇人同來都是一個成功商人 他不是白手牽家的嘛 他繼承父業的嘛 他是二世祖來的嘛 是吧 所以他這麼多年 拿了大筆勳章了 他對香港社會的進步和改善 曾經出過什麼良策呢 從來沒有出過 他貼著權制賺得好處而已 是吧 所以他沒有良策 我覺得這也不奇怪 是吧 大區政府也是 現在那幫政府官員 對香港人 剛才我說了 基本上毫無好召力 基本上趕客的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就不可以為 看到鄧炳強想打他 那你憑什麼事情 靠他這幫人 呼籲這幫人去看紅包呢 所以我覺得 沒用的 香港現在造成的局面 就是 就是這樣的局面 總之 總之 就是 大家對政府 不作呼應 冷處理 總之 就是 你廣東我就做西 你叫流廣我就出外 現在一種普遍現象就是這樣 我想說一個英國的 英國官員 好像英國的外相 下週要去訪問中國 這個六頭四的消息 接著又說 英國的外長 一樣要考慮禁其訪華 現在工黨上任之後 和中方的關係 逐漸去緩和 這一點似乎在英國的香港人 對這一點 來講 是不是神經都有點敏感 有沒有感覺 擔心中英關係 靠得太近 會不會出賣在英國的香港人的利益呢 就是現在說 就是為時尚早的 要看他講什麼 和怎麼說 我們看到的問題就是 他訪華之前 外交部官員都接見了 黎智英我先看 是吧 就是他要顧這個國際的大趨勢 當美國 持續都是以 中國作為一個主要警察對手 角度來處理美日關係 美中關係的時候 英國很難不跟的 英國現在 執政黨工黨 在選舉的時候 7月選舉的時候 確實是對華立場是比較模糊的 他也擺明是反對 就是 民主黨 過去對中國的立場 是過度強硬 因而認為這樣會不利於英國的外交 和這個商業經濟發展 所以他們當選執政之後 逐步會加強和中國的接觸 這個是大家預料了 所以外相訪華這件事 並不特別令人意外 當然大家會很留意看 你訪華究竟會做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做的就是 看看他做什麼 而實際上 大家在英國的香港人都知道 英國這方面對於中國的看法 無論是香港人也好 或者在這裡的本地人也好 其實都是傾向負面的 所以英國工黨 他就算再有執政黨 他是很難不理會這個民情 是跟中國關係打得太親密 也沒有可能 再加上美國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他會實踐他競選樂言 去加強和中國溝通 這個他正在做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變得更加親中 甚至因此去遷就中國 要做一些對中國有利的做法 我覺得現時看來 暫時都沒有結論 我們可以看這個 第一炮 和蔣鋒說 有什麼協議出來 才會再作這個評論 不過最主要我想再說一句 對黎智英先生在監獄裡面 被中共吐口的敵人 他是英國人 有沒有覺得英國人 在這方面對黎智英先生的生活 是否救他這一點上面 英國政府做得不夠呢? 有沒有用心去有一個魄力 有一個強硬的手段 可以施壓幫助到黎智英先生呢? 你很難想像西方社會 包括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可以用一些很激烈的手段去救黎智英 這個我覺得也不現實的 始終兩國都是一個 要考慮雙方的長遠關係發展 有很多經濟和政治利益要照顧 但是我覺得他能夠繼續 繼續去留意這件事情 繼續去說 或者他這次外交訪訪之前 都先見一見黎智英的兒子 外交部官員先見一見黎智英的兒子 這個他起碼做了他應該做的事先 所以我就說 不要對他們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但是也不需要太擔心 現在去一次訪問 就會改變對這個中國的 就是過去幾年形成了對中國的政責 和那種態度 我覺得也還沒有這麼簡單 好的 謝謝部長 謝謝你 好 拜拜